累積起的案子 超過三百件 聽到嗎 那個教長 一個置辦情報區 可以累積超過三百件的 法律訴訟案件 在這裡我教長 請教 如果置辦情報這麼好 這麼好康 這裡反應 累積三百案件的一個 一個訴訟案件我覺得這個有點匪夷所思 那針對 針對資本重劃這幾年來發生的弊端 尤其在第二單元 第三單元 我所在南頓區嘛 第二單第三單元 還有最近引起最多爭議的第五單元 資本重劃區 重劃會 重劃公司跟地主土地授權 發生這麼多的爭端爭議 我們市政府這邊 尤其在你這邊 有沒有提出什麼樣的一個解決措施 解決方案 時間不多給你一分鐘時間講 好不好 來 議員好 謝謝議員的 對我們重劃業務的關心 那我來了之後 其實我也感覺到 好像置辦重劃方面 有很多的聲音啦 那當然有時候地主會覺得說 好像重劃會對他們很不友善 重劃會覺得地主好像很難溝通 這樣 那可是在置辦的過程 最主要是錢的問題 那如果公辦重劃 錢都拿錢的落在那 資本重劃都拿錢的落在那 所以覺得很不平 這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其實議會在一百零二年的 第十二次的這個臨時會 還有第六次的定期會 其實都有做成了建議案 希望未來政府朝公辦方向的 的重劃方式來走 那市長上任之後 大會議決做了好像兩三次以上 那市長上任之後 將來朝公辦重劃方向走 市長上任之後也有這樣的提示 所以我們地政局已經在 研議就是說 原則上 未來會設一個門檻 就是說 一定面積以上 或者是 重劃單元裡面的公有土地 在一定比例以上的 我們基本上要朝公辦的方向 一定面積 是 一定人數 人數倒不是 就是因為人數他本來 一定面積 一定面積 以及公有土地 佔一定比例 公有土地 是 目前正在研議 那大概最近會跟市長做報告 大概這個方向 那你們會朝 用自治條例的方式來做嗎 目前 因為我們參考台南市 台南市沒有做到自治條例 所以我們還在研議 那個法律未接的問題 所以說 方向是什麼 方向是這樣 那如果說 整理開發 因為我們上次曾做個決議 他屬於整理開發 了解 了解 是這個跟我們的方向一致 是 是 那如果 非整理開發 方向 發展的話 找一個人 是 謝謝議員的意見 謝謝 接下來 就由 陳青龍議員 陳青龍議員 他以段偉宜議員 吳顯森 陳成天 洪金如等五位 我們 請開始 好謝謝主席 我們副市長 三位局長 各位議員 當然 我們的 幕後朋友 大家很早 謝謝 在這裡我來請教我們觀光理由局局長 現在確定 這個雪骨線的纜車不來做嘛 對吧 大根線新大線 不來做嘛 如果風真有去建議 過去北邊高過 骨關到離山 那個警察不可能 你們不可能要做嘛 通通都不來做了 對吧 確定嘛 那個 因為 土地取得跟環評的困難度 你環評連送都沒有送嘛 環評不是 應該準備好了啊 你最後環評不送嘛 環評沒有送你 你環評沒有送怎麼會知道環評不會過啦 但是他有我要土地 你有賞我啦 我問你環評有沒有送 環評有沒有送 環評有沒有送啦 有跟沒有啦 我們本地有送 要保護 要保護之後有送嗎 但是我要土地的取得這證明啦 環評沒有要求你土地的證明啦 他是限制的發展區 我一定要 取得土地的 我不要跟你親一下 反正我知道 我是跟你建議 你怎麼要環評送你 真的環評不過就不要做 為何環評不會送 直接說不過 你又不是環評委員 我投地的限制 限制負財政區的取得 我不覺得環評 我沒有送 弟兄 弟兄 大家馬祖元室要做嘛 會繼續 會繼續做嘛 這是 合不良議都很沒了 我們三三的都沒了 海衰的要老了啦 會繼續做嘛 馬祖神像啊 不好嗎 現在發包執行中 馬祖是 馬祖的基座 那整個馬祖元區發包執行中嘛 啊 馬祖的神像咧 那個公義嵌募 那個公義嵌募 現在有要募募嗎 募募嗎 這個是台灣 平義 台灣媽祖協會裡面 他要去募 現在 確定還沒有媽祖 然後你媽祖基座已經發包施工嘛 啊你如果做好沒有媽祖要怎麼辦 馬祖怎麼辦 馬祖怎麼辦 如果假設 公義的嵌募不順利我們 也會做 變更設計的這樣的考量 做完再變更設計 我在這裡 我今天喔 把馬祖請過來 我們這尊仙人好不好 我們送你這尊馬祖好不好 你現在已經基座 沒有整個硬體在發包執行 結果你馬祖神像在哪裡 不知道 馬祖怎麼辦 我們在這裡喔 我們吳賢生議員啦 黃金委員喔 我們基督府啊 他們說你如果沒有媽祖啊 他們要沒有 沒有這個十字架 啊沒有真的 媽祖先沒到還是十字架先沒到的 就來來來來來給他這樣好不好 哪有事情這樣做 那如果馬祖神像沒辦法確定 你就開放為宗教 園區可以嗎 你剛剛可以講啊 可以變更設計啊 可以怎麼樣 市府已經成立了大安馬祖的專案小組 從馬祖園區變更為宗教園區 我們會前面的考量 蛤 我們會 因為市府現在已經成立了大安馬祖的一個專案小組 我們會前面的考量 如果假設公益募款的部分不順利的部分裡面 我們會做前面的 公益募款如果不順利嘛 你們現在有一個小組 那這個小組就 來演繹宗教園區嘛 回教也好啊 基督徒也好啊 佛教也好啊 我們的道教也好啊 對吧 哪有這樣 染車 你 環評 不送 就說不會過 這個根本還沒有馬祖神像的 你們去開 做基座 怎麼行 能做的 雪谷縣努力了那麼久了 最後一個環評你不送 最後的環評你不送 你說土地區的有問題要過 那整個大安馬祖園區 好不容易 你們要繼續做 結果 有硬體 沒問題 馬祖神像在哪裡還不知道 你 血骨線一定要做 但是不應該還品還沒有過 土地取得還沒有 就去花錢做招商的動作 所以今天那個人 該招商的問題 該決算就決算 對不對 但是這個政策要不要執行 你為什麼還品不送 還品好完 花多少錢 純粹是關於保資料 但是我土地的取得還品 連管住的那個也說OK 同意韓 所以我想要做 要做都不是理由 這個沒有媽祖神像 你就用開朗的做基礎 那跟保一個資料 算還品 兩相比較 就代表你們自己的心態有問題 要做的齁 要做就要做 沒什麼問題你們就要做 我今天要跟你說明就是你 觀光旅遊局的一個心態 再來問你 你現在工程是不是都不做了 今天大安馬組園群像話包 你們不是硬體都不做了 你現在大安馬組園群像話包 你現在大安馬組園群像話包 硬體誰幫你做 硬體誰幫你做 硬體是 是我們發包 你們發包 現在我們在 不是我也請建設局了嗎 對我們現在5月1號之後 你亂講我沒有講建設局 你還要給我呼嚨還你們發包 我也請建設局了 我們是由管理局發包 我們在這裡執行 你話要講清楚 對不對 請坐 我就是主張血股線一定要做 我自始至終就是堅持 這樣我請教我們交通局局長 那個 轉運中心啊 豐原 那個計畫 確定執行嗎 我們現在已經跟交通部要了規劃會 明年105年的也编了一筆錢 要把那個豐原的東站 東出口 對 那個地方要做停車場 要做整個的開發 那一個我們是主張啊 就是多目標啊 轉運中心我們的停車場 轉運中心啊 是不是能夠形成新的豐原的地標啊 對那裡不要再做後站 那裡就叫東出口 形成一個新的一個 整個翻轉 好 所以我們的火 這個鐵路高架後 我們的 東站出口行程 確定成為 轉運中心嘛 是 是 跟評審長 這個政策我全力支持 謝謝 另外 我給你建議 我們這次啊 觀光流局的台灣單位啊 在豐原也辦得相當的成功啊 我們發覺到我們現在 國際花博也要在豐原啊 成立一個展區 就是我們的葫蘆敦公園 那個公園在這一次的一個花博啊 他把一部分的公園拿來當停車場 結果發揮很很好的一個一個效益在 那我們地方也建議啊 因為我們花博啊 也要在那裡 那豐原都會區裡面也需要停車場 配合水岸花都的一個推動 所以我們在那個葫蘆敦公園啊 我們來爭取 來開闢地下停車場 可行嗎 我們跟建設局來 來討論 因為那個正在全署在建設局 那 對我們已經請建設局編了相關 剛剛議員提到這些預算 建設局已經編了嗎 他們要編一個應該是議員 他們要編 確定要編嘛 我們成管處處長 確定嘛 美妮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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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搭配到整個花博 不過 局長你請坐 因為這個葫蘆敦公園 二十幾公頃 只有一個小型的停車場 整區都沒有停車場 所以你如果不在這裡開闢地下停車場 未來停車就算你花博 場地在這裡舉辦 你的停車問題 永遠沒辦法解決 這也是因為舉辦花博 可以幫豐原帶來一個很顯著的一個建設 這樣的一個基礎建設 所以請局長跟庭管處長 一定要全力的來支持 全力的來配合 這樣好不好 好不好 林林市長你有聽到嗎 這要讀一下 好 再來我請教我們地政局 農地重劃 現在有沒有農地重劃 農地重劃 現在沒有新的案子 舊案子都結了嗎 我知道的西齊跟西村權 還有一些爭議的案沒有結 所以還有兩個案 還沒有結 兩個區 哪個時候可以結 結案 那個從民國幾年開始辦的 我知道是從97年公告到現在 97年就公告嘛 就從外完成公告配地了嘛 對不對 現在民國幾年 今天民國幾年 幾月幾號 104年5月18號 這樣幾年了 已經七年了 七年了 光一個公告分配 公告完 分配完 搞到七年還沒有完成 那 這個重劃 我想我們主席也很熟啊 也了解 這個重劃真的對農民的權力影響 相當相當的大 原來重劃的目的 目標 那一些想要去為農地能夠再好好來做農業使用啊 這我們重劃的目的啊 是 根本都喪失了 你了解嗎 他重劃完 重劃完 就我 就我的了解 重劃的目的 應該就是要讓地盡其用嘛 是 對不對 然後所有權能夠很單純嘛 是 但是這個重劃完聽說啊 都還是持有人啊 共同在持分 然後配地也有爭議對不對 是因為農曆重劃之後 如果要把原來的共有變成單筆所有的話 必須全體共有人要協議同意都 一定要全體同意才行 來 那我們來講 分配 是 重劃分配如果他沒有達到最小的 這個分配面積是不是領現金就好了 如果他的 他沒有辦法單獨分配的話 對啊 他沒辦法單獨分配 因為他值分有些值分太小 沒辦法單獨分配嘛 但是他 我們重劃目的就 給你錢就好了 為什麼還是一樣共同持分 讓大家加來加回去 不過跟議員報告他原來就是共有 我們不能直接 原來就是共有 重劃後 他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共有 一個沒有達到最 最小的分配面積 他可以主張 分錢啊 是是是 對不對 你們這些工作怎麼去做 是 跟議員報告就是還沒有結的 目前還有三案 我們現在積極在處理 三案而已嗎 對我來之後已經解決一案 目前還有三案 剩下三案還沒有結 哪時候可以解決 哪時候 哪時候要解決 我希望最慢明年 因為今年 今年現在處理一個大的案子 大概要到年中 中間的中 大概就可以把結果出來 好 最慢明年嘛 最慢明年 我希望在明年 真的97年到現在 沈桂涵 連我這個根本不是我的選區 我聽到這樣的案子 我都覺得 地震局在搞什麼啊 一個案子 搞那麼多年 那些 所有權人的權利啊 要趕快給人家顧及 趕快要去解決 明年 五月啊 就這個時間完成 很多都給你一年的時間啊 好嗎 謝謝議員 好 來請坐 我還是要介紹我們 觀光旅遊局啊 那我們現在 我也一直在建議 希望 你去了解一個現象 我今天先把這個文提出來 我知道你的重點都在英鎊 這是我們的濾鏡旅遊啊 你對國民旅遊啊 這一塊 對我的觀察 應該你的重視程度啊 沒有那麼強 那我想要提醒局長 今天沒有很完整的國民旅遊 你的英棒的旅客進來 你要他怎麼處理 你的交通配套 你的旅遊景點 今天假設 我是一個外國人 我看不懂中文 我也看不懂英文 我到你的清泉鋼提察 我怎麼到你 所有你現在想規劃的景點 你們的接待能力準備好了嗎 我怎麼用我最簡單的方式啊 來進到你們所推薦的旅遊景點 我在這裡再一次的提醒你 不要把觀光旅遊局搞成航空公司啊 你也要